等一下我们讲一下两岸关系 两岸关系现在气氛十分紧张的 美国方面评估 台海之战会在2027年 由中国逼迫台湾来谈 因为那个时候 中国的军事实力已经成长到了很高的路线 所以台湾只能坐下来谈 你别无选择 而当然又有另外一派说法是 中国会看2024年选出来的是谁 然后再决定是要谈还是要打 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 无论哪一种说法 然后哪一种的论述 都完全符合老师在2019年的时候 所预测出来的结果 就是两岸统一 必然会在2024的前五年 跟后五年的范围之内 也就是2019到2029年的区间 而现在全世界的各种角度来论述 都没有超出老师的预测范围 当然还是有人会说 你这么厉害公开预测对不对 你不能说准哪一年 哪一个月 这是哪一天吗 这个老师觉得很有意思 但是想嘴回去 有时候也懒得去嘴了 对不对 首先要说明一下 国运的预测 不像个人的命运预测的方式 它是一定会产生的时间的偏移的区间 因为一个国家或是一个世界 它的变化 它的牵涉的人事物是非常广 所以一定会有提早或是延迟的状况发生 这就像什么呢 就像我们去吃饭 对不对 饭碗里面我们装了满满的一碗饭 但是这个是我们确定的 我吃了一碗饭 但是你知道里面有几颗米吗 对不对 你不能够知道它里面有几颗米饭吧 而且就算你知道 你可以大概猜出几颗米饭 用重量去看 但是你也不能说 这碗饭里面有几颗是完好的米饭 有几颗是断裂的米饭 有几颗是比较饱满的米饭 有几颗是比较细长的米饭 就算你算完一碗饭 后面还有一锅饭 算完一锅饭 后面还有一袋米 所以真的要算了 一颗一颗的算 最终还是算得出来的 但是我们这种看星象 或是来预测我们的世界局势的这种先生 我们要面对的 不是一个米仓的米 那么少量的数量 而是满天的星斗 而且有时候常常会看不到他 对不对 这些都是数不尽的变化 夏老师这种学艺比较不经的 你看天看地 能够看出个 不要说一两成 你只要看得出半成一成 就是陈老师我个人的极限 因为这个实在是变化万千 你实在是难以捉摸 所以说陈老师 我有没有很厉害 也是没有 只是刚好这几年的预测 凑巧撈到一个七八成的准 有没有失准的 还是有 对不对 我也不怕给大家去检视 对不对 因为什么 情食多云偶振雨 例如拜登老先生 老师预测他 他会胜选 而且拿下100张选举人票 但是实际上 他只拿到80多张 预测蔡英文 他总统 他当时选举的时候 失了天使 结果他选出来票数 那个却是破天的高 817万 所以天有定数 人无定理 我们可以算准的 就是我们一定都会去死 知道吗 死亡是我们完全不可避免的 但是我们透过这些学习跟一些武术 我们要去追求的是如何活得更精彩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 老师会开课 老师会教授徒弟 会教授学生 心态一定要好 如果你想穷尽世界一切的真理 把每一届师兆算到算无一策 那你绝对会走火入魔 这个行当里面 为什么大师这么少 为什么成为真正厉害的人这么少 就是因为90%以上 都没有受到良好的学习的方式 而到最后走火入魔 当你手上有一个神兵利器的时候 你第一个想的一定是来立己 有些人学了专博学一学 就想算乐透号码 有没有 有些人算命学一学 就想去读些什么东西 对不对 当你有了很厉害的东西 别人得罪你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用你会的技术 让他神不知鬼不觉的去捉弄对方 或是陷害对方 人心就是这样子腐败的 所以说 不只是钱跟权会腐败人心 当你有了一个 你超出别人能力的时候 那么你的心也会开始腐败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好 回到主题 中共什么时候会来进攻台湾 老师认为 目前台面上所有的条件 都不是中国共产党所考虑的因素 为什么 因为中国首先 他是不需要下水第五艘航母之后 才能够围困武统台湾 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这个不知道哪来的说法 但是这个说法是最荒谬的 说中国航母不够 说他一定没有办法妥善的围困台湾 因为航母为什么说他没有什么重要呢 因为在台海的战区 基本上你就是航母在上面就是一个箭把 因为他的他无论是美国或者中国的航母都一样 为什么 因为对于一个最宽的地方只有200多公里的海峡 航空母舰你要发挥的空间是几乎没有的 航空母舰主要的能力不是进行打击 而是要把远程输送的空军 海军里面的空军 还有提供驱逐舰一些指挥打击还有补给的作业 而南海到从南海到日本海 都是大陆的沿岸地区 人家直接从岸上攻击就好了 你海上的什么打击群都是被东风飞弹打击的份 你根本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中共有没有足够的航母 他或许是对于世界的海军称霸有任何的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关系 但是对台海问题来讲 他是根本就不需要优先去考虑我的航母够不够 因为航母在台海是没有办法发挥的 你再怎么发挥就是这么小的小池塘 你要怎么办呢 而有人担心美军是否会介入 会不会对中国产生武统的障碍 这个方面包含美国的白宫发言人的新闻稿里面 都有明确的去指出 美国的立场最多就是提供台湾充足的防御武器 也就是说美国会提供物资弹药军火 而且你必须用市价的三到五倍的价格去买这些东西 如果你现在没有钱买 像美国最近议会通过了一个什么台湾特别法 什么法我就忘了防御法还是什么的 是突然忘了 他愿意让台湾去每年好像20亿美金吧 好像是这个价格 而且老师刚刚才看到的 让台湾来让台湾买武器 就是说武器我先给你 但贷款你后面还是要还 他有没有用过我们同意啊 没有对不对 他要卖什么价格 我们就得买什么价格 那个没有商量的余地 这是强买跟强卖 对不对 反正你也不敢说不嘛 那我们当然也就说 点头说好了 这个事没有办法的 但是美国大兵会不会来协防台湾呢 当然是不会 也不会为台湾去牺牲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军舰或是任何一个一发炮弹 来直接跟中国去对抗 这个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能只看台湾 各位你要知道 我们现在这个状况很多人只聚焦在台海之间 它是很危险没错 但是世界上不是只有这个200多公里的距离 现在我们要看到的是 俄罗斯现在成兵9万 已经到了乌克兰的边境 这才是让老师非常忧心的事情 美国的第六舰队也进入了黑海 各位 俄罗斯对乌克兰不比中共对台湾 因为俄罗斯对于乌克兰 它是直接的内陆接轨 根本就没有需要海军 直接怎么样 直接可以透过俄罗斯的坦克部队 直接攻进了乌克兰 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于美国来说 就是一个两边接应不暇的状况 因为就是单独作战状况之下 北边的美国 也单独不打不赢俄罗斯 但是东边的单独打 你也打不赢中国 为什么 因为你到别人的国土上去战争 基本上远道而来 你基本上就是属于弱势的那一方 那么如果现在俄罗斯跟中国同时去发兵 那么请问美国或是欧盟 真的有足够的力量 来同时对付俄罗斯跟中国吗 那肯定是不行的 对不对 因为欧盟他北约会在俄罗斯发兵的时候 他会开始准备集结 避免俄罗斯越过了乌克兰 继续往欧洲迈进 当然俄罗斯会不会往欧洲迈进 当然也是不会的 不会再吸进了 为什么 也没有必要 因为乌克兰问题才是俄罗斯的核心利益 这个是俄罗斯他们已经确定的 乌克兰就是俄罗斯的核心利益 那么换边来讲 台湾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利益 对不对 所以说更厉害的是什么 中俄这两国都是核武大国 没有任何国家 包含美国 有能力去阻止中俄任何一个国家 那么他们只能寄望 日本至少你可以稳定亚洲 对不对 给我给日本很多的一个武器 很多的状况去支持 但是如果日本动手 那么中国解放军的炮火 可能打台湾他还点手软 毕竟怎么样 同温同肿 大家可能下手还轻一点 但是如果日本动手 那就是不一样了 那可是国仇家恨 对不对 日本人不知道这个状况吗 当然也是知道这个状况的 所以无论如何 真的发生这些事端之后 日本最后还是只会选择外交选择 但是他绝对不会溅入台海之间 更何况俄罗斯就在日本自己的楼上 对不对 即使日本人看不起解放军 认为解放军 跟之前的国民军营是一样 一群草包 对不对 但是老毛子 这些上面的俄罗斯的战斗民族 他也不是吃素的 所以说根据日本自己的国家利益 最后还是一样 我奖励谴责中国的暴行 对不对 但是他有办法真的能够去对中国做什么事情 恐怕也是很难的 而韩国会不会来帮忙台湾呢 韩国自己的北边他就有金小胖 这个绝对不会靠欧美这边的准核武国家 大家都认为他已经有核武了 但是他说我没有 但是我们认为你有 但是金小胖还是说我没有 你觉得你有 那是你觉得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那你慢慢猜吧 到底有还是没有呢 当然金小胖现在目前国内 还有他们的一些粮食的问题 这也是非常严峻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 哪知道他会不会金小胖 哪一天吃东西吃不够 血糖低 按下了什么按钮 对不对 所以这对于韩国的文在寅来说 他是一个急需避免的一个状况产生 而且对于韩国来说 最好台海之战立刻开打 各位你能忽略韩国的一个利益立场了 最好是台海之战立刻开打 这样全天下的一个高科技代工的市场 全部都可以被三星之类的给他全部吃下来了 对于韩国来说 亚洲越乱 尤其是台湾越糟 他们的机会就越多 所以更不可能出手去危害自己国家的利益 尤其是财团的利益 那么回到了主题一件事情 很多人才到 中国收回台湾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制裁 这会让中国陷入了毁灭性的打击 这个部分老师必须先说一下 中共建政70多年 改革开放30多年 这一段时间 最多也就是一代人的光阴了 因为其中经历了大跃进 大饥荒 文化大革命 四个现代化等等的困苦 就是现在的中年人 他小时候就算已经经过了文化大革命 他小时候也是度过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岁月 讲到这个 就老师好像上次也说过这个例子 老师在前两年去大陆云游的时候 到了苏州 苏州有一个园林很好看 叫做卓振园 那个卓振园的风水之烂 谁住进去谁就会家破人亡 结果去看他历史 果然是最去的家破人亡 那没办法 对不对 但是呢 那个已经变成一个风景区 那个时候老师经过在那边站着休息的时候 看到有一个年末 大概30多岁的一个年轻的小爸爸 也不是小爸爸 以前是年轻的爸爸 带着他儿子来去旁边去吃喝玩乐 在逛逛街 那个时候呢 因为老师刚好站在他旁边了 所以老师听到他的对话内容 他说什么呢 他说儿子你要记得 这条路就是你爸爸小时候的老家 以前你我们都是光着脚丫去上学的 以前也没有这个什么的石头路 也没有这些铺好的砖瓦 都是泥巴路 早上要把鸡鸭喂了 牛羊去顾好了 你才能够去上学 现在你有的 你要去珍惜 当然 那个他的小朋友他的小孩子啊 当然是当做想小说讲笑话一样 当然充耳不闻了 因为他完全没有办法体会在改革开放前的农村的日子 苏州他认为就是这么现代化 但是30年前不是啊 而过去那个光脚丫上学的爸爸 现在穿的是一身靓丽 看起来应该是白领阶级是没错了 那身边的妈妈也是跟也是微笑的跟在后面 没有错 当时那个时代是很辛苦的时代 跟现在比起来 现在中国生活比起来 就跟做梦一样 就像老师跟自己的小孩有说过一件事情啊 你觉得现在老师很讨厌很啰嗦 但是你要想到一件事 按照你们现在的表现啊 在我小时候啊 那手跟屁股早就不知道练成了铁皮了 对不对 腾条的犀利啊 打完之后啊 你拿笔手都会抖 根本拿不住 刚打完屁股啊 你根本坐不了椅子 真老师还是强制你要坐下 当然了 这也不代表过去的体罚教育是正确的 只是跟小孩解释一下 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当然 小孩这种体罚教育是不好的 当然适当体罚是可以 但是真的是以前那种打骂教育啊 真的是中国的一个遗毒啊 他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方式 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啊 中国老百姓能够承受的压力啊 自然是会比其他欧美国家所承受到的压力还来的高 就是真的被制裁 日子开始过得苦了 中国靠自己的内循环的经济啊 也足够撑个两三年 中国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反过来说 我们事情不能只看一面 也看相对的 如果全世界去制裁了中国 那么请问一下 他们能够少了中国的支持 他们能够撑过两三年的通货膨胀吗 要知道很多东西中国做是比较好 而且比较划得来的 这个是 欧美国家非常宇宙中国的商品 而 现在这个世界经济啊 在美国这个经济火车头开始衰退了之后 已经开始慢慢走向平准化 什么样叫做平准化呢 就是慢慢不存在的单一市场最强大的状况 而是每一个区域经济都会环控的另外一个区域经济 纽澳的农产他可以供应给亚洲 亚洲的工业可以供应给中东或是纽澳 中东的石油可以供应给欧洲跟亚洲 欧洲的科技跟精致工业可以再供应给亚洲或是美洲 过去由单一一个国家占有全世界一半GDP的时代 他已经过去了 现在已经慢慢转变成 每一个国家都是必须做好自己在世界公益列里面被需要的角色 美国不会毒强 中国也没有办法称霸 因为大家都是彼此需要的 光农业来讲 中国有十几亿人就没有办法自给自足 这个是很确定的事情 很多我们中国朋友认为说 中国的强大怎么样很强大 一定可以自给自足 是不行的 中国每一年所需要进口的各种粮食原物料 也是世界上的各大国家所倚重的 所以这是鱼帮水水帮鱼的一个世界 而不是只有一个我就可以撑下来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我们去年底所谈到了一个话题 就是中国跟东协所签力的RCEP 已经完成了审核以及批准 将会在2022年的1月开始正式的实施 这个组织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的经济体 未来当然不是一下子开放 所有的参与国家都是免税 而是会慢慢的逐步开放免关税的贸易实体 这个免关税是有多重要的 这个免关税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 他可以让这个RCEP的成员国 透过逐年开放的免税额度 可以有效的降低了什么通膨的发生 关税跟通膨是一刀两刃的事情 像美国现在的关税壁垒 造成的是什么 造成是美国自己的通膨膨胀 比其他临近的国家还要来得高 这个是他关税给他自己智商的一个状况 而当你有了RCEP 你开始产生了什么样 这个组织里面大家都慢慢的开始免税了 那么经济会的成长 但是百姓的负担会一样维持到比较低的水准 为什么 因为税金变少了 那税金变少了 国家靠怎么赚钱呢 当然是靠百姓之间的交易 你还是可以得到税金 比如说他百姓的佐德税 或者是你的交易的印花税 商品税 发票税等等之类的 他还是可以获利 不会因为没有了关税 然后国家少省失了很多的税额 他是可以从其他地方所收到税的 那么这样可以有效抵御了通膨之外 以及欧美长期所设立的关税壁垒 促进了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可以通有运无 让世界的经济可以更加的繁荣 百姓可以过上更好的日子 因为资源互换 这个是很重要的 而大家的幸福 现在各位就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只要是全人类都会幸福的事情 对美国就是不好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时候 妖魔化中国 让大家不信任中国 这是美国现在必须要做的事情 我们不能说美国做的是对或是错 因为这个是他的需要 他对他的立场来讲 他做的是对的 但是对于受害者来讲 他当然做的就是觉得是可真意的地方 大家各位了解 要是意思吗 而美国现在议会中 通过了拜登的一兆美元的基建爱 好像是昨天通过的 这对一直以来饱受共和党攻击 而且几乎没有招架之力的拜登 可以说是获得了一次空前的胜利 为什么会胜利呢 因为民主党议员的发现 哎呀 这个再打下去 我们一定会死 所以说危机一到 他们才会团结在一起 赶快让这一兆美元的法案通过了 但是有了这笔钱 那美国的建设的基础会不会受到改善呢 当然也会获得一个很不错的改革 但是这笔钱 你到可以开始使用大概的时间 也是2022年的年底 甚至到2023年才有办法初步的开始落实 而这个钱到你到批准下放落实 招标开始工作 按照美国的一个进度性 这一兆美元能够把它建设完 到完全的完工 我们不是说把钱花下去 就当完工 你可能至少要2030年 你才能够完成 这一定算是他很快的 这个美国的建设速度 真的就是比较慢一点 在那个时候 我们现在拜登老先生 应该快要去见上帝了 当然过了这一兆美元状况之下 他后面还有两兆美元的 还要继续去省 继续去包裹 然后看能不能再去把所有的利益 包在里面 然后一次让他过 这件事情 过与不过都不重要 还是回到一件事情 你这个钱你把它通过了 那是你通过了 但是钱从哪里来 还是一个问题 没有解决 难道你通过了一兆美元的基建案 你这个12月里的债务危机 你就不会有问题吗 后面还有了再新危机 还有美国这些 很多很多成绩的一些问题 难道就可以获得解决吗 这个没有这么容易 你通过你可以借这些钱 还是做这些事情 但是你的裁员 钱怎么来 还是有很多的 很多的一个想法 就像我们老师在频道里面 有些留言的小朋友就说 美国的美元 还是一个无限延伸的资产 他是不会缺的 对 他讲的一定是对的 老师也认同这个是事实 美元是一个无限资产 他是可以无限量的增加 所以说美元不会缺 但是美元会完蛋 你知道吗 他变得没有价值 为什么 因为他如果没有遵照 世界货币的规矩 他的美元霸权就不会被承认 他的美元霸权不被承认 对不起 他所背的预算 无论一兆两兆三兆 那可能也都是一场空 说这个是未来我们要去注意的 美国的经济状况 当然美国的一个精英政治 是他们现在要重新 要准备重新再拾回来的 把拿回来的 说这个用精英的来统治你们这些渔民 那才是最好的美国政治 所以他们现在不断的鼓吹精英政治 但这个事情其实是走到很不对的一个道路 他们只想回复过去的贵族阶级 对不对 但是你真的精英政治 真的能够统治到你自己国家 百姓都能够风衣足食吗 过去可以 但是未来肯定是有一个困难的地方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中国获得了基本的经济保证 那就是他内循环 与RCEP之间的双重接轨经济圈 这还有他们过去的 所很早就开始运行的 一带一路的一个进展 随着美军弃守阿富汗 也打开了一个新的门户 种种迹象来看 中国即使武统 对于中国所受到的国际压力 他也是很有限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不会因为台湾问题 然后让自己国家的经济受到了损害 因为你制裁中国 你一定会受到相对的损害 难道你制裁中国 中国就说我给你制裁 我没差 你们还是自由来 不会吧 你怎么对我 我怎么对你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外交的攻防战 那么这个当然就比较难去实现了 为什么老师这么说 就像缅甸的军政府的政变 对不对 每个国家都遣证军政府 但是有没有人去干预呢 没有人去干预 对不对 他国内政我们不得干预 不要说缅甸军政府了 对不对 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什么东西 比如说你的双亚战争的纳卡共和国 对不对 根本就没有人去理这件事情 你们打完就算了 纳卡共和国消灭也就算了 是不是 那么不要说纳卡共和国了 刚才回到缅甸 翁山苏基不是他们所认从的一个民主斗士吗 对不对 民主大同盟怎么没有去解救翁山苏基呢 没有啊 对不对 还是让他进行了不公开的审判 对不对 怎么判得随便他讲了 是不是 黑幕就是这样来的都是这样子的 而台海之战怎么样 许多欧美的评论员呢 包含我们一开始讲到路透社 都说明中共攻台 还有六种版本跟方式 还有相关的评论说 攻打台湾 中共会沦陷了半壁江山 对不对 也就是说中国一旦动武了 台湾的国军啊 可以打掉半个中国 这个真是气势辉煌 老师也是蛮佩服这些老将军的 这是气势辉煌 对不对 这个东西啊 无论是台湾打掉半个中国 或是美军或是欧盟的军队 来加入战场攻打东国 这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说法 老师先不说军事层面了 我们就说台湾跟中国的经济量体 来比较一下好了 很多事情我们不要只看一个方面 我们要多方面去看 各位觉得一下 无论是美国或是欧盟或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他们会比较把经济发展跟生意的版图放在上海 广州 北京 深圳的利益经济会比较大 还是他们会觉得是说 这些地方都不如台北台中高雄来的强大 各位我们来稍微思考这个问题 这些大企业家 这些跨国企业 这些财团 这些各个国家的生意人 对不对 他们会在中国的市场里面 比如说他们总部设在什么 上海 广州 深圳 对不对 还有什么福州 或是北京 南京 苏州 还是他觉得是说 这些都不重要 只要我们能够这些损失都没有关系 我们只要回来把它设在台北 台中 高雄 对不对 他就可以抵过中国所有的市场 各位你觉得可能吗 所以说 他们也不会因为这些 这些中国的什么 中国利益都可以删除掉 然后呢 就为了来挺台湾的自由跟民主 有些事情 我们可以这么想 但是别人不会这么做 这就是说什么东西 老师就回到一件事情 以前老师当业务员的时候 在业务员 在开业务汇报的时候 有一天 我们部门经理 就去检讨一位年轻的同事 为什么 因为他这几个月来的业绩实在是很差 非常差 也不知道他在干嘛 好像都有 都有去拜访客户 但是呢 交出来业绩就是差了要命 然后呢 他问他到底怎么样 你到底还想不想干 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 我们这个小鲜肉的同事 他就回了主管一句 我很努力的跑客户 但是客户都不配合我 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逻辑的错误 因为没有成交 就客户不配合我 对不对 逻辑上没错 但是实际上你是不能被允许的 所以当然他最后也被 也被其他走路了 那么我们一样去想一件事情 我们想这么全世界军队都会来协助我们中华民国 但是这些国家的军队真的会舍身忘食的 为了我们2300万人的自由民主博爱 然后来去拯救台湾 而且牺牲他们的父子兄弟老婆太太吗 不会吧 对不对 不会吧 是不是 台湾是一个没有核弹的国家 最能够打的也只有我们的飞弹导弹 然后熊山飞弹 就说你我们的熊山飞弹了 他能够打到福建 对打核电厂 好不好 但是他能不能打到定点 那就是很难说的 你覆盖范围有这么广 你能不能打到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这么说一件事好了 台湾所有的飞弹都是定点攻击型的 不能够跟中国的那种基因素的飞弹 或是俄罗斯的那种环宇座导弹去相比 这种导弹的就是你一发射 别人就可以立刻锁定你会打到的目标 然后直接把他拦截 这在我们以前的一个什么 科威特科伊拉克战争之间 飞毛锤跟爱国者之间的战争就可以看到 他都可以精准的去防御的 那么就很简单一件事情 台湾有多少导弹 我们就哼不郎当的 把台湾30几种导弹全部加在一起 什么地对空空对空 我们都不要讲 全部加在一起 大概1万多枚 1万多枚算是很多了 都不要小看我们台湾了 1万多枚是非常多 我们台湾这么小 有1万多枚飞弹 这很厉害 那么这么多飞弹 对不对 我们直接把它准备好 要进来防御的时候 对岸打我们 他却不需要这么多导弹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可以直接发挥 他们的火箭炮 就可以覆盖我们整个台湾 那我们有多少导弹 对方就可以发10倍的量 来去压制我们 为什么 因为他火箭炮便宜 我们导弹很贵 对不对 我们导弹非常贵 不一样 而且他们的火箭炮 还可以透过北斗卫星 来做精准的打击 所以是说 这场仗 如果要演化成热兵器 老实在确定的说 先不要讲美国跟日本会不会来帮忙这件事情了 就说台湾所有的防空武器 每一发都精准的击弱了中共的火箭炮 或是任何的导弹 一颗换一颗 对不对 我们不要说一颗换一颗 一颗换三颗 人家还是可以稳稳的一量取胜 这个是一个现实的一个状况 当然 研发成热兵器 那就是森林涂炭了 这肯定是两岸之间的下下车 对于中共来说 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它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打下来的 远比弹下来的可靠 对不对 为什么这么说 不然美国为什么当年不去跟必拉登谈一谈 你为什么炸了我装死心塔 我们来谈一谈 可不用谈的 没办法 为什么不跟海山谈一谈 为什么打伊拉克 不能用谈的吗 你到底有没有回备戏武器 我们来谈一谈 对不对 为什么不谈 为什么阿富汗也不谈 为什么永远都是由美军去掀起的一场又一场的战争 为什么又一个又一个的美国大军 他们在工程生退返回国家的时候 下半辈子都在这种创伤症候群里面度过 为什么 因为他很多人是受到良心的谴责 他一枪一枪的杀 杀了人家一家一家的人 这是良心的一个谴责 但是他又不能说 所以是说 打下来的远比弹下来的听话 弹下来的到最后都会去变卦 就像特朗普时代的大退训活动 弹下来的都可以撕毁 但是打下来的都是自己的 而目前台面上所有的预测 包含中国你们自己国内谈的一些风向 或是老师的预测 可能都不算数 为什么 因为打仗是一件事情 兵者鬼道也 有道是什么 兵法里面就有说过了 上兵伐谋 其次伐交 其次伐兵 其下攻城 所以能够以最小的牺牲 完成了战争的目标 或许才是最好的办法 而台海之间已经不存在这种可以谈的空间 因为我们政治的氛围是不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去谈 虽然是我们选的 但是他选择不谈 因为他有办法吗 民主不是我当老板 我说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吗 结果我说什么 你什么都不做 那这个也是民主 对不对 这也是民主 你能说什么 对不对 所以说 台海之间既然不能谈 民心士气 在中国那边也没有了耐心 那么就变成一件事情 打 他是必然会打 但是打肯定是出其不意的打 他不会按照你2024 他也不会赞到你2027 2026 2030 他绝对不会按照你所认为的时间去打 为什么 因为出其不意才是战争的最大的根源 一次瓦解对方的武装 恐怕才是台海之战 是最首要的目标 一次让你知道怕 有本事你就逃 你该逃的逃一逃 剩下的我来接收 大概是这样的状况 几率是比较高的 而老师之前预测过 12月之前都很危险 现在已经11月了 现在也是这么认为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因为12月7日以后的海巷 经过交了节气之后 会变得非常不适合海战 而战争最需要的 就是通过海军 将陆军的兵力投放到了战场上 也就是我们台湾了 对不对 这样才能完成了占领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 轰炸一下不就完事了吗 那这个当然是不行的 好吗 不然之前美军打越战的时候 越南每一寸土地都给美国炸过了 那请问他有没有胜利呢 当然也是没有胜利 轰炸 空军的轰炸是压制 海军跟陆军 才是最重要的一个战争元素的存在 而过了12月就会没事吗 老师只能说 全世界明年大致上都可以恢复的很不错 尤其是中国的经济都可以发展的很不错 但是我们中华民国这四个月内恐怕是内政跟外交都会面临到很大的挑战 这个之后 如果我们能够平安的度过11月到12月7号以后 老师会开节目说 说一下什么东西呢 2022年中华民国的国运跟发展 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做预测的 好吗 好 看各位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去做预测的